OK,那么你们看这里 这个部分的话是我要加进去的 OK,是因为这边我没有画图给你们怎么看 这个的话,上面这边你们看 像这个的图面有 有两个干电池,同学你要用Kidzoflow 然后你就用Sigma Islam等于Sigmair 这个是干电池的总的EMF 这个是VoltageDrop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是6V 这里是4V,谁比较电池比较大 谁比较大 6,对不对?所以电流是这样走的 OK,所以我的路我是这样看的 所以我的路是这样看的 OK 所以你看同学负到正,正 正到负,负 你看这里 然后I,大家的I都是一样 因为大家都是串联 所以全部算到完 你不要跳来跳去,等下你少了一个东西 这里是4,这里是2,这里是2,这里是7 全部算完,电流马上可以算出来了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啊 好,现在的话,因为题目有时候会问你 你可以看到,我要你算某点的电压 你看这里,Find the potential at Y 同学,这个是属于电的,当然是Electric Potential 所以你不知道说 Potential 这里什么? 这边是电的,当然是Electric Potential 就是叫你算Y点的电压点多少 那Y点的电压点多少的话 你可以看这一段,你可以看到这一段 听懂我意思吗? OK,那么呢,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呢 是,老师呢,有写下去哦 就是在另外一个部分 我想说那个Share Screen那边的话 等下我会再看哦 要不然我就浪费时间了 同学,你可以看这一段 你也可以看这一段 好,假设的话呢 是我看的话是X to Y的 OK,X to Y 这里的话呢,是我看的话是这一段 OK,如果我是这样看 如果这样看的话呢 这里的话呢,是我的VXY 因为有两个嘛 你没有看到Y to X to Y 到底是我看哪,左边还是右边 你看答案都是一样的 你要看哪一段都可以 好,如果是我看的是这一段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嗯,我已经画了 在另外一个Share Screen的地方 OK,没有关系 我再把缩小 因为我在画画浪费时间 OK 好,我去这边 我再Share给你们看 因为我有放了 OK OK 好,我们看那个是属于 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吗? 同学,反应一下 有 好,因为没有办法 这个题目 你看这里 我故意画这里给你看 因为那边我没有画图 好,同学,你看啊 你要去找Y点的东西 你可以看这一段 也可以看这一段 OK,我两段都看 因为我要让你们知道 都可以找 好,假设你看我看这一段 我看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来的 好,这一段的话 你看啊 我的电路图的话 我可以把它画成这样 我没有改的哦 你看,X 长的 短的 4V 4Ω 12Ω Y 听懂吗? OK 所以画都是一样的 那么呢 你可以看看 我看的路是这个方向 同学,所以你最好是选择这个方向 一样就是这个方向 容易看 那么它给你X点的话 它的电压是等于0吗? 等于0 所以画的是你 从X到Y 这个是我们用 Potential Chain的方法 所以这个Potential Chain的方法 是VXY 所以我是从X看到Y 就是这样看 OK 这个和这个一样 我故意写在这里 SAME 一样的 所以画的是VXY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减原来的 后来是Y 原来是X 对吗? 那我们这个路线这样走的时候 这样走一样 我讲的左边右边都是一样 这样走的话 我的电压怎样? 下降 对不对? 你看负的 因为赚到负啊 然后减掉这个 为什么减掉这个呢? 因为电流经过我的电阻 电流经过我的电阻 然后我选择的方向都是一样 所以它当然是Potential Drop 所以这里Potential Drop的话 你要放负的 所以负I乘上R 这是I 我们的I上面算到了0.08 那么R呢 是因为这个跟这个是串联 所以加起来 这里 串联啊 所以的话呢 这个你就算到了它的值 这个值的话 你算到 它是等于是VY 减掉0 因为这里0 所以VY马上算到了 所以你就可以算到 Y点的电压 就是这里的电压 好同学 考试的时候有时候画一部分 就是这个图来的 我画一部分的 但是你还是可以分析的 前面我的例子很多 所以我希望你们自己看 一定要去看 好你看我看左边那一段 你看我看左边那一段 左边那一段都是一样 你看这样 OK 好同学你看我画 Y这里短的 长的 短的 长的 我不能改啊 20Ω 7Ω 然后X 你看这个跟这个是相似的 明白吗 左边跟右边相似的 那一样的情况我看哪里呢 我看这个方向 OK 所以的话如果我看Y到X Y到X 你看这边 Y到X 那Y到X 这里的话你看这里 负到正正 正6 OK 然后这里的话呢 电流乘上它 电流的话呢 是0.08乘上它 电阻的话呢 是2加7 所以的话呢 电流是这个方向 我就选择这个方向 OK 我就选择这个方向 因为Y到X是这样走的嘛 所以的话有一个负 是因为我都是drop 那算 那这个答案跟上面答案一样吗 你看V Y X 一样的你们算到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的X的话呢 是等于0吗 所以VY就可以算到了 一样的 明白吗 同学你看哪一段都可以随便你 OK 可以啊 好 这个的话呢 我先收着我们看另外一个部分 看回这里 OK 好 刚才那个题目的话呢 就我看完了 这个KJob已经上过了 我们要上新的今天 目的是今天要上新的 OK 那这些的话呢 有时间我再会回过头 然后答案全部都有 那这些全部哦 老师都有放答案了 你们注意看 Test第几啊 第几个CT 我希望你们继续做咯 因为我有放答案了 然后事后我再讨论如果还有时间 好 我们先上一个新的东西 Potential Divider 那天有上过了 会吗 什么时候要用Potential Divider 我们的同学你看 这个跟这个的话呢 是串联的 哇 到现在只有39个了呢 还有很多人还没有进来 这个跟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两个电酒是串联起来 所以的话呢 V1和2就是分压来的 意思是说 这个电压加这个电压等于这个电压 所以我们叫做为什么Potential Divider 分压的意思 所以你们用最后公司是这个 你看 你1的这个1的 那天有讲了2的 这个2的 OK Potential Divider 等下我们会用到很多 OK 你看这里 你看这里 那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要线 我要算出来R2的 你看这边的端定压 Potential Difference across R2 怎么算 你看R2 over总电主 总全部R 乘3 这里的总压 所以马上算到 你同学不用算电 留直接答案出来了 OK 这个是告诉你们Potential Divider的方法 那其他的话 以此类推 好 今天我要想的话呢 是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习题事后 我会再讲 有些东西 好 这里 Shan Shan是什么呢 中文叫分流 分 流 这里 那这个是Moving Coimiter 那Moving Coimiter 那Moving Coimiter 这叫什么 你同学看这边 Emitter跟Womiter 我们不是陌生的嘛 这些东西我们实验里面 我们都有用到 但是你们没有去注意到的 那 我们用的安培剂 福特剂 它们都是属于Moving Coimiter 那为什么叫Moving呢 好 同学你可以看这边有Coin 有电流流进去的话 你的Coin就有得到一个电流 有电流就会形成一个磁场 那这边的话是外加磁场 所以的话呢 是两个磁场产生的话 这个东西 这个Dino 就是我们的Potential 它会Deflect同学 它会Deflect 它用这种的原理来的 OK 好 这里的话呢 那就是 你的指针偏转的角度 和什么有关系 当然跟电流有关系 电流越大便便便便便宜 电流大便便便便便便宜 多一点 电流小便便宜便便便宜 同学 OK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你这里 另外一个是Full Scale Reflection 什么呢 满量层 满 最大的 比如说这里 我给你100 同学,满课度我都到的话,最满的 maximum 100, 这叫Full Scale Deflection. 那每一个仪器你们用的时候,高二我们用, 我再跟你们复习一下,反正因为有考那个实验探究体的, 所以你们要懂。 所以呢,假设这里是零,这里是三, 然后假设这个是安培器,同学, 那满课度量成是多少?当然是三, 那这里三不了吗? 所以你最大刻度,你可以量到三不了, 会不会?清楚啦,什么叫Full Scale Reflection, 就是满刻度的一个情况,最大的。 那么它这里就给你了,你的这个Move-In Coins 里面一样会有一个Resistance, Intern-Resistance,里面一定会有的, 都有的,一个情形下,先把它拆掉。 哇,这很多同学没有来三课哦,39个人不了, 47个人。 好,这里外呢,是我们的这个部分,它全部讲的,你的Full Scale Reflection, 跟你的Resistance有关系,跟Internal Resistance有关系。 OK,我们再看, A Shunt是什么?分流。 分流是什么呢?是一个Resistor, 然后怎么Connect呢?它跟我们的这个Move-In Coins的1, In Parallel的情况。 OK,那为什么要In Parallel呢? 因为它要去换,换什么呢? 同学,它换Mille-Emiter, Mille-Emiter是这样,我们如果考试的时候是这样, 那个是小M来的啊, 我们画的仪器就是这样, 这个Mille-Emiter。 如果是Emiter,我们画的时候是这样。 好,同学,Mille-Emiter跟Emiter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 Mille-Emiter是测量比较小的电流, Mille-Emiter当然是比较大,对不对? 好,现在的话呢,我要改装。 我要改装什么呢? 我要从Mille-Emiter变成Emiter, 我可以测量的量层比较大, 我要去改。 OK,我要去改的意思。 所以,我们来看怎么改。 先把它拆掉。 OK,把它拆掉。 OK, 给我一点时间。 先,我去 那个 save这个 同学 39个人。 其他人我不知道。 现在还没进来。 OK, 好, 这里的话呢, 是我们这里。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Diagram。 同学看到啊? 回应啊, 看到啊,同学? 这个就是shut。 你看, 这个是我的Mille-Emiter在这里。 那我跟它的parallel connect起来。 那为什么要 connect parallel呢? 那是因为什么的关系呢? 同学,这个是电流i。 这里哦,电流i。 那我就有一个电流, 假设这个叫做i1。 那当然这个是i2咯。 另外一个, 走上的那个电流是i2。 OK, 那这里的话呢, 它的电流很小。 那你最大刻度的话呢, 你的这个刻度当然是蛮刻度的咯。 那这个电流的话呢, 是你可以算的。 这个是你要求的。 OK,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我看下面的例子, 让你们看到。 好,你看这里。 你看。 moving coil instrument, 那它coil的resistant, 所以里面的resistant呢, 是100Ω。 那它给的话, full scale deflection, 所以满刻度是500μA。 不到完最大刻度, 你可以测量的量成只有500μA。 所以它告诉你, 叫你去算分流电阻的电阻值, 等于多少。 如果你要把它改变成5A。 注意看哦, 500μA, 要变5A, 这个电流是很大的咯。 那你怎么样安装? 那同学, 你看这里, 这里跟这里的话, connected, 是parallel, 所以这个是总电流。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我写i。 好,同学, 这里电流就是i咯。 那这个电流是什么? i1, 这个电流是什么?i2。 那你的i1电流可以多少? 只可以500μA。 所以500乘10的-6, 就是micro是10的-6。 那这个i2是你要去找的, 这个i是你要求的, 你要要求改良, 变成是5A。 所以同学, 这个是5A。 所以你就可以找到分支电流的情况。 所以这里的话, 是有一个A, 漏掉了A。 所以的话, 你就可以算出来, 你看, 大部分电流都走这里。 好,请问一下, 我的仪器会坏掉吗? 会坏掉吗? 不会,对不对? 我的仪器, 满刻度是500毫安啊, 我都不会坏掉。 因为我只是走500毫安啊, 我大部分电流都走这条路, 所以它不会坏掉的。 但是它可以测量, 变成是5个安培的一个情况。 接下去的话呢, 我们目的是算这个的电阻。 这个电阻怎么算? 同学,你看, 它跟它parall. parall什么东西一样? 我写在这里,你看, potential difference across meter, 等于是potential difference across chance。 所以这个meter是仪器咯。 不是那个扯度的长度, 不是。 这里你们考试, 因为考试也是有用到这个, 所谓meter, meter的话, 这里是仪器。 所以这个仪器的, 它的potential difference across它, 等于这里的。 所以的话, 我写成I1R1等于I2R2。 所以你看我写这里了, I1是这里的500μA, 这里, 所以换的是, 乘上电阻, 它的电阻是500μA, 等于I2是这个, 赶紧可以算到的, 乘上RR就可以算到的。 好,同学, 注意哦, 你只要把我们的garall meter也好, microampere的meter也好, 你要换成安培计, 安培计是车辆比较大的哦, 你一定要安装一个电阻, 电阻跟它的接法是并联, 然后这个电阻一定比它小很多, 你看, 那为什么小很多呢? 因为它希望电流呢, 大部分走者跳路, 电流会很聪明耶, 我在这里, 我有分子路线, 1这条, 2这条, 那我走哪里? 当然走很多的话, 一定是走电阻很小的, 你看电阻很小的, 你看电流很大, 你看, OK, 这种的情况,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 是multi range emitter, 我相信有话呢, 同学, 你们在做高二实验的时候, 你都有拿到, 诶, 有的量成是1, 有的量成是3, 有的量成是5, 好, 这里的话是等于是双量成, 双量成, 我可以测量最大的电流变3个安培, 我可以测量是5个安培, 但我测量3个安培跟5个安培的话, 是不一样的, 我给你看一下, 这个啊, 就是你们拿到的仪器, 我给你看那个高二的情况, 就是你们拿到的仪器是这样, 你可以看它有三个, 一个,两个,三个, 啊,这样, 然后它的量成是这样子的, 好,比如说是这里, 这里, 这里的话呢, 假设它写1个安培, 这里安培的, 这个另外一个的话呢, 是3个安培, 同学它会有2个量成, 那如果是你要1安培的话, 你借这个跟这个吗? 如果你要3个安培, 你借这个跟这个, 就是, 其实是你们有用到的, 是你们不知道不了,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就讲原理, 明白吗? OK啊, 就是原理的, 让你们去知道, 什么意思来的, 所以的话, 你就会懂他们的整个变化了, OK? 就是这样, 好, 那么呢, 现在的话, 我们看这个, 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电流, 你说电流是怎么流的, 这个它是借到这一端吗? OK,我们这样看, 或者是你这样看都没有关系, 如果你喜欢看这边, 这边是总电流的, 总电流流进去, 有两个本子路线, 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 就可以了, 总之这里总是多少? 你要3就是3咯, 你要5就是5咯, 就这样子罢了, 所以呢, 这个流进去电流是等多少? 固定是50个MA, 固定, OK?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你就用IE加I2的情况, 你就可以去算出来的,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同学? OK? OK? 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呢, 是我给你们的, 意思是说呢, 老师快快写, 就是说是, 假设这个是我的I好了, OK? 一样的, 刚刚才的方法, 这个呢, 叫做IE, OK? 那这个叫什么? 当然是I2咯, 对吗? I2, OK? 那如果你要求是3A, 那你的I等于什么呢? IE, OK? 加什么? I2, OK? 然后, 你的IE等于多少呢? IE刚才我们看到了吗? 是等于什么? 50MA, 所以这里是50乘10的-3, 这里, 50乘10的-3, 这里, OK? 然后呢, 这里是多少呢? 你要求它变3吗? 当然这里是3啦, 然后你去找I2, 会不会? 找完I2以后, 要怎么做呢? 因为它们Connected in parallel, 所以呢, 电压是一样, 所以是什么? IE, R1, 会等于, I2, 乘3, R2, OK? 就这样子, OK? 好, 你刚才算到I2, 把它带到这里来, 那IE有了, R1呢, 就是这里是2Ohm, 所以同学, 你就可以算到R2了, OK? 所以呢, 这个呢, 我有放答案在, 刚才的另外一个slide, 所以我就这样带过去了, 因为换来换去, 花到的时间, OK? 同学会有没有? 懂啦, 你去看啊, 因为我这边交代的很清楚了, 所以你们要去看, 你们一定要主动学习, 我没有办法哦, 同学, 你在那边睡觉, 我也没有办法救你了, 所以全部是靠你们的智力了, 你肯学习, 你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OK? 好,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因为电的部分很重要, 题目又考很多, 所以换来是这个部分, OK? 好, 我们再看这个, 那这个的话是怎样呢?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转换成我们的, 那个, workmeter, 刚才是emitter, 那workmeter跟emitter的接法不一样, 如果你要变成workmeter的话, 同学, 你要跟这个仪器的话, 是怎样进的话呢? 是串联, OK, 先看一下那个要save, 要不然呢? 等一下没有到, 我save了三次了, 后面迟的话呢? 我不知道, OK? 好, 那么你可以看到是串联同学, 那串联的话, 什么东西一样, 同学? 什么东西一样串联? 回答? Hello? 没有回应? 电流 啊,电流一样, 因为我要你们回答, 你们就懂我在讲什么东西, 要不然你不懂, 同学, 电流都是一样, 同学, 所以你看我用V等于I, 大R加小R, 我的这里小R呢, 就是这边里面的电酒, 大R呢, 是外面的, 所以这里是加进去的话呢, 它叫做Multiplayer的这里, 这个情况是, 它跟它是串联的, 它变成是Vokmeter, 所以你用这个公式, OK? 来看这个Example 1, 你看, 这个呢, 一样你看, 这个, 变成是我们的moving coin, 我们把它换成, 从我们的MA, 换成Vokmeter, 所以同学, 你要换成Vokmeter, 我讲的是改装哦, 那么你只要加这个东西, 加这个东西, 或加什么? 电阻来的, 电阻来的, 这里叫做Multiplayer的话, 是因为它变得更大, OK? 这个R, 那么电流走过去, 这边Full Scale Deflection, 两个MA, 同学, 它的电流就是两个MA啦, 那经过谁? 经过这个, 跟这个, 所以的话, 你可以看到是, 我们算出来的话, 这个一个一个个别算, 你一样可以一口气算的, OK? 一口气算的一个情形, 你就可以找到了, OK? 我的意思说是, 这样这个, OK? 好, 你的V哦, 你看看我写的, 等于什么, I, 按你这里的话, 小R, 加大R,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一定是找大R, 因为你要去改装啊, 这个V是你要求的, 你看你要变10, 这个就是10啦, 然后这个I的话, 你可以直接的, 这个是我分开来算的, 你的I是多少? OK? 你可以看到这个题目, 是2.0MA, 所以是同学, 这里是2.0乘10, 乘上10的-3, 这个是电流, 对不对? OK? 那么挂虎里面, 乘上什么? 小R, 小R是多少? 我的小R就是, 它的Coin的Resistance是8, 好,同学, 你看这个是8, 加上大R, 那你看这个Equation里面, 有几个位置数字, 只有一个罢了吗? 你去找R不出答案了吗? 就出来了, 好, 你注意看一下, 这个V呢, 大还是小, 这个R的话, 是大还是小? 很大还是很小, 同学,你看, 这个电阻里面, 那电阻是8Ω, 很大的, 你看, 它跟我们的Emitter有什么不同? 注意听, 刚才我们上的, 我们的Emitter的话, 我们装一个SUN的话, 是分流, 它的电阻很小, 这个呢, 变成WorkMeter, 我们安装一个电阻, 电阻很大, 看到吗? 你就会容易记起来了, OK? 同学, 你去看那个Bowboy里面, 它完全没有教这些答案出来了, 我这边是给你们看原理, 所以那个Bowboy里面, 我也是附上答案的, 可以去看, 因为我这边就已经教你们了, 清楚了吗? 所以, 你们就记起来什么? 我们的一个, 可能是Emitter, 或者是Mili-Emitter, 我要换成WorkMeter, 答案要安装一个电阻, 我电阻怎么安装? 跟它是串联系列, 那我的电阻值会变怎么样呢? 这个电阻值肯定是很大的, 很大跟谁比较? 当然是跟这个内电阻比较, 这样清楚了吗? 这个部分就是这样子罢了, OK? 这是改装仪器, 就好像有的人很喜欢改装那个车一样, 摩托车也是一样, 大声bo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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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改装了嘛, 对不对? 这个仪器也是一样改装, 我们改装以后, 我们可以其他的用途, 它变成是有其他的作用, 这个就是告诉你这个部分, OK? 清楚吗? 清楚没有,同学? OK啊? 清楚 所以话呢, 是这样子的, OK? 好, 下面这里话呢, 这里的话呢, 哇, 有三个我同学, 你可以借什么? 零跟五, 代表是你最大量成五欧咯, 如果你借零跟十, 最大量成多少? 十欧咯, 如果你借零跟五, 最大量成多少? 当然是五十欧, OK啊? 清楚啊? 剩下时间多少? OK, 好, 同学看到这个画面, 新的画面, 要不然老师要再写过, 很辛苦, 浪费时间, 看到吗? 同学反应一下, 我换了画面, 因为有时候换画面, 我讲到很爽, 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 所以当然是你们要反应, 老师才知道的, 所以然后我要分享, 同学是这样子的, 这个题目, 你看我这边故意写给你, 因为有意义看吗? mLM变VM, 同学你看, 跟这个仪器什么? 串联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串联? OK, 我们来看, 如果是零跟五欧, 我的量成我要变成五欧同学, 我的V变成什么? V变成是I乘上这个, 加这个, 这个R就是RG的, 假设它的电阻的话, 我叫做RG, 因为那个题目还写RG, 然后这个外电阻叫做RE, 所以我刚开始讨论这两个, 所以同学它的总电阻是RG加上RE, OK, 那么这个是你要求的, 它变5, 那就写5咯, 然后你的电阻是5mA吗? 不要忘记这个10-3咧, 对吧? 那RG你带进去, 它是12, 那你看RE就可以算到, 你看多少? 哇, 988欧耶, OK, 好, 第二个的话呢, 我变成是10欧同学, 我变成10欧同学, 那么同学一样的, 你看这里是10, 然后这个, 那你当时你要变10欧的话, 你是借这个跟这个嘛, 这边in,这边out, 对不对? 所以呢, 变成是这个到这里了, 所以这两个牵涉到电阻两个的, 所以这里R1,R2, 那这个RG一定会有, 那个仪器里面的电阻来的嘛, 可以照样算, 你看, 你看, 那多少? 你看, R2你就算到1000, 你看同学, 你的借助不一样, 你的电阻值是不一样的, 好,第三个你看, 如果我要50V, 50V的话, 我会怎样呢? 那你看, 我的电阻是牵涉到全部, 那因为你借的是, 这里, 到这里, 所以同学,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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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联, ok? 随换的全部串联, 那么, 仪器里面的电阻是RG, 随换你就可以算到了, 你看, 8000, 算到, 你注意看到没有, 随换的, 你要变成不同的量层同学, 你安装进去的, 你的电阻是不一样, 这个题目要讲的是这个东西,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所以是让你们去看到, 所以老师呢, 花很多时间了, 拼命的写, 拼命的写, 都来不及了, ok, 我们来看, 看回我们的笔记, 好, 所以换的是, ok, 换一次, 要找一次, 换一次要找一次, ok, 哇, 时间快没了, 好, 你们看, 刚才我已经讨论到, 我们的, 那个, 全部是, 我们的moving coin, 怎样改装, 怎样变成 emitter, 怎样变成 workmeter, 那个部分的话呢, 全部讲完了, 有一个部分是要讲的, ok, 所以这边我就交代清楚了, 所以你们要去看, 他们的立体, 你们怎么计算, 怎么计算, 好, 你看这里, 例如第三, 一样的这里, 五十, 一百, 一百五十, 好, 同学, 你们就可以去做了, 所以一样的情况, 你要注意什么, 五 meter, 五 meter一定是串联的, 所以他跟他, 或者是他跟他, 或者是他跟他, 你看你要什么样, 所以, 你可以看到, 你要怎么去借出来, 的一个情形下, ok, 所以, 他给你他的range, 那答案的话, 老师也是有放了, 全部给你们了, 你们自己计算, 好, 我要讲的话是这个, 可能是时间不多了, ok, 好, 我们看potential meter, 好, 这个potential meter的, 那个答案, 我今天才送出去, 早上了, 你们可以去看, 所谓的potential meter, 什么同学, 这个, Wire A, B, 它的长度是, 100cm, 一个meter的, ok, 那这个, Wire的话, 它有电阻值的, ok, 那么, 你可以看到, 假设这个话, 是我的干电池, 这是外电阻, 这边的话, 我特别安装了一个Wire, 那当然, 通常一般是concented wire, ok, 那么, 为什么叫potential meter呢? 因为这个长度真的是1meter, ok, 这边就给你, 那这个话呢, 是我可以slide的, 我可以改变我的长度, 这里C点, 可以放这里, 可以放这里, 那么, 他们的电阻值的话, 完全是不一样, 好, 现在的话呢, 我要教你们看, 怎么样去算出来, 比如说, 我要算这一段, 它的potential difference, 就是这里我写的VAC, 好, 同学, 我用potential divider的方法, 如果我要算AB, 你可以看到, 我也是用potential divider的方法, ok, 我们先来看, potential difference across AB, 我算VAB, 我怎么算, 所以同学, 我要算VAB, 是这边的电阻, 跟这边的电阻, 就是形成总电阻, 所以这个总电阻呢, 我有写在这里, R加上RAB, 那上面呢, 是RAB, 因为我要算是这个的电阻, 你要记得potential divider的方法, ok, 我们的potential divider的方法, 我们的potential divider的方法, 如果你要算V1, 它变成什么, 它变成是RE, 除为什么, 这里的RTotal, ok,Total的, 然后再乘成什么, 整个V的Total, ok, 所以一样的情形下, 我们可以去看, 我们的整个变化, ok, ok,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里, 你要去算的话, 是这个的电压, AB的电压, 所以AB电压, 变成是RAB, 除以它, 可以我们写, 虽然在这边有写, 好, 你看我的VAB,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你们每个同学都要回的啊, 因为容易, 到最后你会回了, 等于什么意思, 是RAB, 除以谁, 除以Total的咧, 你看, 这个SERCIT里面, 这个东西挡住, 这个SERCIT里面, 是不是有两个电阻, 一是这个, 二是这个, 对不对, 所以换的是, 我的总电阻变成多少呢, 我的总电阻当然是RA, 再加上RAB, 这是我的总电阻, 对不对, 然后呢, 我看是诊断啊, 诊断电压多少, 诊断电压就叫Islam, 所以乘上Islam咯, 好,同学, 这个就是这样来的, ok, 所以写这边, ok, 那么我的这个, VAC, Potential difference across 我们的AC, 我们一样的, 可以用那种方法去算出来, 那等于什么呢, 就是RAC除以, 除以什么, 总电阻, 那一段的总电阻, 然后乘上它的EMF, 你看这里, 你看这里, 哎哟,这个, ok, 好,同学, 你看这里的一个情形下, 你看, 可以了吧, Dotal, ok, 那么呢, 我们可以去比较, 你要去找它的比值, VAC比VAB, VAC比VAB的话呢, 我们会等于I乘上RAC, I乘上RAB, 那为什么剩下来就是RAC跟RAB罢了? 谁知道? 谁知道,快点, 怎么来呢? 因为你的V等于是I乘上R, 明白吗? 然后呢, 你看, 你看, 你看这一段, 这一段, 电流经过它的时候, 都是I, 所以大家电流怎么样? 一样, 所以的话, 你同学, 你的VAC, i乘上RAC咯, 那VAB, i乘上RAB, 所以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I跟I抵消掉了, 所以就没有了, ok, 会了吧, 懂啊? 所以话呢, 是这样子来的, 我们的整个的情形, ok, 会吗? 清楚吗,同学? 可以讲到一次吗? 可以讲到一次吗? ok,好, 老师再讲过一次啊, 你看啊, 电流这样走, 是不是经过这个RAC这一段的电流, 跟经过RAB的这一段电流是一样? 对吗? 大家电流都是一样, 所以话你看, 你找VAC除VAB, 是不是I乘上RAC, I乘上RAB, 但是上面这边I, 跟下面这边I一样, 底下掉了, ok, 过后为什么它会等于L除以1.0呢? 是用这个来的, 我们来看这里, 所以话呢, 这里是R, Factor Affecting Resistance的, 等于什么? Rho, L除以A, 我不管看我们的AB线段也好, AC线段也好, 你看, 我不管我看这一段也好, 这一段也好, 你看这公司, 什么东西固定? 什么东西固定? 来,同学回答, 你就会懂我在讲话了, 我再重复一次, 我不管看是AC这个的长度, 或者是AB这个的长度, 什么东西一样? 看这个公司, 面积, 面积, 还有? Rho, Rho都是一样, 同学, 因为我们的物理会牵涉到很多的代数, 所以你们要懂同学, 那我的R的大小, 我看长度就好了, 它跟它成正比, ok, 那是因为第一个, 我的材料是一样, 第二个, 导线的粗细是一样, 所以我从这个公司里面全部都是一样, 所以我可以找到什么呢? 我当然可以找到是, 我的RAC, 我就可以写成, 除以RAB, 我就可以写什么? 我可以写成, 就是我的, LAC的长度, 除以什么? L, 对了, 就这样子的,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 牵涉到这里, 你可以看到,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因为你的RAC, 跟这个有了, 那么, LAC是还要你找的, 所以这个叫做L, AB的话, 因为是potential meter, 刚才我讲的, potential meter它的长度是多少? 叫做L, L是等于多少? 1.0 meter,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公司, 以这条件这些, 可以去找出来, 甚至的话, 你RAC可以找到, 因为RAB已经有了, L的话, 你做实验, 如果你推测量得到, 就算可以找到了, 有没有问题? 后面我会狠的, 屏幕牵涉到这个, ok? 好, 那我们的这个potential meter, 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同学, 你们知道吗? 它好处在哪里? 你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吗? ok,同学哦, 你就注意看一下, L的长度, 如果我做实验, 是我可以测量到的, 明白吗? 我做实验的话, 我问你一下, 那个长度我可以测量到吗? 当然可以测量到, 对不对? 所以的话, 如果今天我有一个位置的电阻值, 我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测, 我可以用这个仪器来测, 这个就是potential meter的好处, 那下面这边, 我就有写了, 你看, 它用来測量的potential difference, or voltage, the balance length, 它用来測量的balance length, 我可以测量是位置的EMF, the balance length, 它用来測量的balance length, 你就可以去算出来了, 所以的话呢, 你可以用那个potential meter呢, 可以测量位置的一个某个地方, 它的电阻值, 也可以测量位置的干电值的EMF, 这个仪器很简单, 你可以看到, 我不需要一个wm, 我一样可以测量, 那下面这里就是原理了, 我想花时间应该是会来不及的, 所以这个我留着明天再上, 好,同学有问题吗? 同学有问题吗?